猫喜欢吃鱼,但是猫不能下水 鱼喜欢吃秋远,但是鱼不能上岸 人生就是这样,一边拥有,一边失去 人生不可能是事都舒服 所以说,一定要把心放宽 你玩我媳妇,你要我把心放宽是吗? 你要把我媳妇把心放宽是吗? 来,你都下来了,下,下 点个赞观众一下吧 孩子,这大周末的,怎么不出去跟女孩子约会呀 没有女孩子喜欢我 没有女孩子喜欢你,说明你还不够优秀 假如说现在有一个女的喜欢你,你会为她做什么事? 那我别以为她做任何事情啊 嗯,妈喜欢你,去帮妈,把碗洗了吧 点个赞观众一下吧 哎,天哥,你陪我去一下超市吧 不行了,我写那发衣宝,明天还会论 求你陪我去一下呗 也没问题,你去吧 嗯,那好吧,那我不请你啊 哎,你刚才又啊 我写完了 我写完了 你说什么 医生啊 我经常放屁 特别频繁 还一点都不臭 这病能治吗 心里放屁 还不臭 你放一下我放了 哎呦,我 太不臭了 你先喝瓣鼻子吧 没问题 二龙 把你的瓣鼻子给你去 我和我男朋友交往有段时间了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 这个简单呢 你就测试他一下 怎么测试的 一个男人最幸福的事情 莫过于他得到了他最心爱的女人 而且这个女人还怀了他的孩子 那我应该怎么做 告诉他你怀孕了 看他是开心还是不开心 如果开心的话 就说明他是对你是真心的 如果不开心 那他可能只是玩弱点了 有道理 我怀孕了 什么 怀孕了 你怀孕了 妍妍 你还爱我吗 爱啊 那你把孩子打电好吗 为什么呀 孩子是我们的爱情结晶 我们俩出生短时间 你也没要碰过你啊 打电好吗 我骗你的 我不愿意帮我说 点个赞观众一下吧 我赞看来 我发过 我发现了